好,剛剛跟各位講,我們的重點是放在重力位能 重力位能就是受到重力作用 因為它的高度不一樣,垂直高度不一樣 所產生的位能,叫做所謂的重力位能 然後呢,它的因素有質量跟垂直高度差 所以我們寫作U等於MGH 請注意,一個正確的寫法應該是寫的U等於MGDH,高度差 現在一公尺,單毀三公尺,高度差兩公尺,這兩公尺的重力位能 應該是正確寫應該是DH,不過我們平常都不這樣寫,我們就只有寫MGH M就是質量,單位是公斤,G就是重力加速度,平常要背多少 9.8,題目說10就代10來算,H就是垂直高度差 垂直高度差,U等於MGH,U等於MGH,就是我們的重力位能的算法 所以以後,請你算重力位能有多少,你就這樣算 U等於MGH,再說一次,正確寫法應該是U等於MGDH,高度差,高度差,高度差 1公尺到3公尺高度差,2公尺,我算出這2公尺的重力位能差多少 OK?這是有原因的,以後會帶到,以後會帶到 所以要請你了解,這就是我們的重力位能的算法,OK? 因為我們的位能沒有絕對的零點,位能沒有絕對的零,什麼叫位能的零?沒有 速度你可以說,或動能你可以說,沒有速度B等於零,不等於零嘛,對不對? 可是位能沒有絕對零點,那是看我開心喜歡的 我們通常重力位能只會起最低點,當作我的零點 什麼叫最低點,比如說我在三樓做實驗,什麼是我的零點? 三樓地板,三樓地板是我的最低點 我單擺在做實驗,什麼最低點? 單擺擺到最低的地方叫做最低點,OK? 所以位能沒有絕對的零點,因此我只能算出位能差 我定說我這裡是零,然後你是多少,這樣子,OK? 所以我只能算出它的差距,我們任意指定我們的零的位置 通常重力位能會取在最低點,換取到最低點 那就是你做實驗的最低點 你做這個實驗的時候,誰對你而言最低? 就是那個地方,就是你的最低,就是你的零點 好,簡單 直接帶,一樣,直接帶公式MGH 直升10公斤,一樓到三樓,地板三斤6公尺,位能多少? 增加多少?Delta H嘛,改變嘛 所以,UMG delta H 算,答案5倍倍,算完了 解決,容易吧?簡單,直接塞嘛 同理,這傢伙呢? 5公斤,5公斤,抬高2公尺,重力位能增加多少? 5公斤,增加2公尺,重力位能增加多少? 來,現在找一個帥哥男 帥哥男5公斤,26公斤,沒來 沒來,帥哥男24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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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大哥 好久不見,你沒事啊? 98喔? 98嗎? Are you sure? I'm not sure. 比如確定,我確定 98 講過嗎? 直接篩嘛,公式 這種叫簡單題,基本題 東西通通給你,往裡面篩就好了 質量5公斤 機質9.8倍過 高度2公尺 3 答案就叫做98 可以變複雜嗎? 可以啊,比如說自由落體 比如說自由落體 我在這裡,自由落下 兩秒鐘,請問你 會能變化多少? 會能變化多少? 或者是,囉嗦一點 在一個高10公尺的地方 自由落體落下一秒 請問你,會能有多少? 會能有多少? 哦,對了 這樣子 還是一樣,就把以前的什麼速度啊 加速度啊,什麼位移啊 直接把它搬進來 把它搬進來做 這樣子而已 那可以變得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是還是一樣,叫MGH 所以就請你把公式備好 如何算重力位能 U等於MGH 知道質量,知道機質,知道高度 或者正確說高度差 你就可以算它的重力位能有多少 OK?